伊万卡彻底跌落神坛 18岁巴伦崛起 成为特朗普家族的掌门人 特朗普家族经历了一次大清洗 长公主伊万卡没有经受住考验 被刺老爹处境艰难 尽管特朗普还是一力相待 邀请伊万卡参加庆功宴 但是站位已经彻底改变 为我们传递出超强的信号 梅兰尼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被指出是在为巴伦考虑 对未来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 可以预见的一点是 伊万卡已经提前出去 无论在家族还是政坛 都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星座专家给出了详细的分析 认为了双子座的唐纳德 和金牛座的梅兰尼亚并不相配 这两个星座本来配对指数就低 再加上两人身份特殊 肯定会爆发一些摩擦 但是现在家庭局势却发生了改变 自从伊万卡离场后 梅兰尼亚变得温柔体贴多了 在庆功宴上 伊万卡被无情挤到了角落里 标志着巴伦正在成功崛起 姐弟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随着特朗普的盛选 巴伦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媒体称呼他为全球最强手的 黄金单身汉 虽然特朗普的子女众多 但是对巴伦的宠爱 却是独一份的真实献傻旁人 巴伦开始了他在纽约大学的大一生活 目前正在斯特恩商学院学习 按照媒体的说法 巴伦现在还没有想好 到底是转学 跟随父母去华盛顿 还是继续留在纽约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特朗普夫妇会百分之百支持儿子的决定 不光提供最好的衣食住行 也给足巴伦私人空间 不会插手他的学业和练情 作为特朗普家族未来的掌门人 巴伦的安全成了重中之重 根据独立报爆料 巴伦在特勤局的保护下上学 目前住在曼哈顿特朗普大厦 或者佛罗里达州马尔拉沛度假村的豪宅 美国特勤局通讯主管 安东尼普列尔米告诉新闻周刊 特朗普现在已经被过度保护 巴伦也是一样 看来身为顶尖高富帅 巴伦也过得不是很自由 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乐趣 虽然巴伦只有18岁的 但是却是特朗普家族最大的一张王牌 颜值高气质好 同时也聪明伶俐才华横溢 被美国多家名校录取 综合能力极强 细心的读者发现 梅兰尼亚对特朗普的态度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巴伦的地位也显著提高 无论是家庭聚会 还是出席公开活动 巴伦母子都稳居C位 反倒是伊万卡变得默默无闻 梅兰尼亚在回忆录中 竭尽全力夸赞特朗普 认为他自信 风趣 并且还很有原件着实 即使在最忙碌的竞选期间 特朗普还是很不佳 给足了梅兰尼亚安全感 帝国长公主伊万卡已经被废 新晋太子巴伦 风光无限 即使用宫斗剧的事件 来解读特朗普家族的风云变换 也似乎毫无违和看 显然家族权力正在发生更迭 伊万卡被刺老父亲 永远都不值得被原谅 这个时候巴伦才是最好的选择